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于2021年11月8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 连日来 陆军坐坐军营第一时间掀起了学习全会精神热潮 官兵纷纷表示 要强化使命担当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在收听收看了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后 我感到备受鼓舞 无比振奋 作为新智作战力量的一员 我将牢记新时代使命任务 苦练军事本领 真正成为能打仗 打胜仗的利刃刀锋 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能够拉得出 上得去 打得赢 我们一定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牢记主席 中中教会 强化当兵打仗 带兵打仗 练兵打仗思想 坚决贯彻战袖一致原则 在备战中练兵 在右边中强兵 用实际行动捍卫国家 主权 安全和发展力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份动目标 不懈努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全面回顾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 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的历史使命 作为党员干部 我们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把战斗力标准融入工作实践 带头私训谋战 练强指挥技能 提升实战能力 奉斗强救梦 建功新时代 据时正在野外助训的陆军第七十二集团军某合成旅 利用训练剑系组织的六中全会精神学习活动 活动中 理论骨干发挥专业特长 把全会精神编写成筷子人口的块板 通过官兵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将全会精神入脑入心 此外 陆军第七十二集团军某旅 利用智慧图书馆 采取门听信息视窗滚动播放 平板电脑随时学 理论骨干导读解析等方式 组织官兵集中学习全会公报精神 并展开讨论交流 加深官兵对全会精神的感悟和理解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我们作为驻守在红色沃土的一线部队 就是要牢牢把握政治方向 坚持学在前 做在前 用好集团军部队特有的政治优势 抓实全会精神学习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深化拓展 全面提升打赢能力 确保招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强国必先强军 军强才能国安 全会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 重整形装再出发 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 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新的历史起点对人民军队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驻守在雪域高原的老西藏精神传人 我们一定学习好 宣传好 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全面领悟党的百年奋斗重要成就和历史经验 切实增强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 为推进西藏长治九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我们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海防军人 驻守海盗更应该牢记使命宗旨 以更高的标准 更高的要求 加强练兵备战 守好祖国的千里海防线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官兵 我将扎根站位 继续弘扬光荣传统 更续红色血脉 在本职岗位锤炼过硬本领 不断提高备战胜战能力 担当起党和人民富裕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通过观看全会公报 让我感触很深 下一步 我将重点组织官兵 学习好十九届六中全会内容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干好本职工作 圆满完成好新训工作 在国防和军队实力稳步提升的同时 作为一名基层官兵 我将始终把强军目标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 装在心里 落实在行动中 为实现强军们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此外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国防科技大学也在第一时间组织所属人员 学习了群慧精神 并结合工作实际展开热烈讨论 在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团队 还举行了专题教学研讨会 让全会决议精神在教学艺人工作中走深走实 作为一名政治理论教员和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工作者 我深受振奋 备受鼓舞 那么在今后我们从事政治理论和教学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以决议为最好的教材 全面进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课程教学 坚持用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力得素人 为党和军队培养可靠接班和建立举行 在海拔3700多米的西北边陲 驻守在这里的阿乌斯齐边防连的官兵 也在党的19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 第一时间学习了全会公报精神 学习中官兵们还将学习感悟整理成策 在执行巡逻任务时利用整理好的资料 对沿边的牧民进行全会精神宣讲 我来给你们宣传好政策了 此外 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维和官兵 也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全会精神学习 在中国第25批赴钢果金维和医疗分队营区 官兵结合向党说说心理话主题党日活动 采取个人演讲 重温入党誓词等方式 深入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增强了官兵履行维和任务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身逢中华民主伟大时代是我们的幸运 建功伟大事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将牢记使命责任 发挥专业所长 拨撒爱心希望 不负韶华 勇意前行 在维和站位上展示中国军人过硬作风形象 与此同时 远在西非马里执行维和任务的 中国第九批赋马里维和工兵分队 也第一时间组织官兵收听收看了 党的19届六中全会系列专题报道 这个分队以班为单位成立网上学习小组 分享全会精神解析 理论要点和学习体会 作为一名代表祖国第四次出生海外 参加维和任务的党员 一定要将学习19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政治热情 转化为守护世界和平的不洁动力 坚决做到 身在国外心向党 对党忠诚永无望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中国力量